列车缓缓进入喉童站 月台上大批人员列队欢迎 因为中段时间的东正线 终于在14号恢复同车 第一班区间车凌晨5点11分 从瑞邦站离开 一路行经走山路段 在5点17分时顺利抵达喉童站 列车经过 我们有采取速线40公里 确保行车的安全 东正线是先通车 西正线还要再进行边坡的加固 通车第一天除了有5班列车停驶 全线将会恢复单线双向正常班次运行 台铁将会24小时监控边坡 并同步展开短中长期附件 规划明隧道 以钢柱钢筋水泥柱支撑 防止落石杂落车道 预估一年半左右时间完成 大量土石淹没东西阵线铁柜 只剩下电力支架探出头 因为摊坊导致10天中段铜车 如今重铺轨道 清运了9700立方公尺的土石 恢复桶车 心情当然很好 就蛮厉害的 很快 就辛苦那些工作人员 这期间动用上千次人力 终于抢通台铁东正线 在恶劣的环境下 工程人员达成目标 以10天时间尽力抢修 让东部民众很有感 三世人林俊华 吕彦宏廷 新北市华联报道